我今天准备了三个网子 带着鞋子 幼儿 然后蚕子 我们先把它搬到里面去 那我们等一下要去的那个地方 它开船是进不去的 那边是非常浅的潜滩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 红树林边上这样子走进去 那这里很方便 这里有狗喝水的地方 待会我们就上来这边行 我们等一下从这里进去 先把鞋子拖在这 换上这个说谢谢 我带你去洗泥巴浴好不好 来看看这个时候还很干净哦 等一下就全身都是泥巴了 这个地方我之前有来过 但好久没有来了 现在冬天过来抓看看 冬天的螃蟹比较喜欢 躲在红树林的边上 冬天他们的活动力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会从他们的洞穴 拿出来他们的洞穴附近吃东西而已 不会跑太远 除非是下雨天 下雨天的话 螃蟹活性就比较高 这边都有人踩过的痕迹 可能近期没有人来这里放这个螃蟹网 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 这进来 泥巴很难走 那个鞋子都很容易卡住 所以走起来非常喘 我在前面看到一个 网子了 我先拿一个 然后去下面一点的地方 反正就有三个 下面一个 中间这里一个 然后上面一个 不要跟他距离的太近 他玩的可开心了 很难走 你也觉得很难走 都是泥巴了 你去旁边 这个给他放一个 马蕾 跟一个羊骨好了 放两个羊骨 走来这里有水的地方 感觉比较好走一点 走走走走走 就放这边吧 把这个泥巴挖一个坑 这旁边我们就放在这个坑这边 让螃蟹进去的时候啊 让他感觉 里面一点点 他就不会想要一直偷跑了 这个浮球就拿出来 这个浮球就拿出来 确认一下 好 这个网子啊 现在已经在 这个路口处 跟那个地表 泥巴这里是平行的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就这样了 我们去下一个 脚都胜进去了 光是放一个 我就已经觉得好喘喔 这个 这泥巴好难走 来组装这个 你看 很累 我也很累 来 我们去前面走 这个就直接放在正前方 来 不到这里差不多 我伸到膝盖了 稍微把这个泥巴挂一下 这就这样 就这样 这样就够了 這個是最後一個 你踩到網子啦 哇,這裡有泥巴 已經都到膝蓋了 去放這邊吧 OK,那下網子的過程 就先到這邊 明天再來看 全身都是泥巴了 等一下就玩球玩一玩 用這個沙子掉下去 過了一個晚上 那今天退潮了 我們要來收我們的網子 今天帶了幾條這個烏頭 來換耳 然後帶了一條繩子 看看可不可以至少有一隻公的螃蟹 那可以放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不過我今天不從這裡走進去了 我直接從那個 下面那個地方 然後這樣穿進去 因為有三個網子嘛 那個在前面那邊一點點 首先走那個泥巴 走得太累了吧 我們直接從路上這樣穿進去 那等一下也是會上來 然後出來再從這裡進去 這樣走比較輕鬆一點 好從這裡吧 這裡感覺不錯 這裡蠻好走的 很近 一下子就 到那個 河裡了 昨天應該走這裡才對 喔我的網子在那 出來的位置差不多 這樣很好 我們來看看喔 你走開 這是我的 哇 一隻兩隻 唉唷 看起來挺大的喔 看看是公的還是母的 我們來按上 這裡看 哇三隻喔 一起一起 三隻 三隻 唉唷 鉗子斷了 哇 整個三隻的都倒出來了 看這個 哇這是母的 看這隻 哇這隻也是母的 不要打架 你不要過去喔 這隻是母的 600你離開那裡 不要過去 這兩隻都是母的 放回去 你走開 走啦 我這樣丟出來 他剛好頭插到泥巴裡面 那個 給他放走 過來過來 過來 看看這隻 這隻都已經躲進去了 他這隻是母的 抓了三隻母的 這個頭都挺大的 不要過去 你不要過去 他正在往下沉 來過來 這個地方不錯喔 第一個網子就 抓到了三個 哎呀 這兩個 夾子 夾在這裡沒用 兩個鉗子 這兩個鉗子 沒用 回去 那個耳料的網子都被 咬破 這個 給他補一條魚吧 這條魚 就直接給他塞進去 好我們去下一個 讓我看看 這裡有一隻 倒出來看看 這隻是公的 雖然這個鉗子 這隻有大概30塊 可以戴著手套嗎 有30塊 但是啊 他的這個外殼 一看就不夠 差不多少個一公分 我們把他放回去 然後放在這個坑 你走開 你退後退後 他等一下會自己 藏進去 通常他都是用他的後面那個腳 然後在原地這樣 爬著爬著然後這樣挖洞 看那個 等一下那個土會 洋起來 這水 水的話 你在洋起來 就是他在 挖洞 我們先補一點這個飼料 等一下再回來看 好 就放這裡吧 我們回去 我忘了剛剛那個螃蟹的坑在哪裡 你過來 你過來 忘了是哪個坑了 這裡沒有 那就是這個了 好深喔 對他在裡面 讓他不理他 他已經藏下去了 然後就直接過去 另一個 看看 這個有目前兩隻 哇這兩隻 不夠尺寸 放出來 這一隻 又是母的 又一隻 這是公的 洗一洗 一公一母 最後都不夠尺寸 把它放回去 就在這個坑 就在另一個坑 好我們來 補充我們的 來 我們上來 好 第二天收螃蟹的過程 就到這邊了 我們收拾一下 上岸了 今天是第三天了 要來收我們的網子 那我們一樣是從那個 最外面的那個開始收 那每收一個 我就會把它拿上岸 這樣子會比較好走 待會兒這個桶子就不帶了 如果有抓到螃蟹就直接 放在網子裡面帶回家 看到一隻螃蟹在裡面了 我這樣子看 已經看到一隻螃蟹在裡面了 他的鉗子在那邊 就這個 都還沒拿起來 就看到一隻在這裡 看看喔 這網子有七隻 這網子都要七隻 不過我這樣看全部都不合格 就 就是母的 我有一隻母的 非常的大 拿上來這邊 把牠們倒出來 不然牠們要打架了 先倒三隻 好這隻是處理群 半間半圓的 沒有吧你不要去喔 這裡是 一隻超級小的 這也是其中一隻 這隻公的超級小 超級可愛 不要從前面 我要從牠的後面抓 這隻也是處理群 這隻也是處理群 蓋子半間半圓的 這隻是一個母的 大母蟹 拜拜不要去那裡 牠是被夾到鼻子裡就慘了 你看看這個 這個殼剛剛在那個網子裡面 互相攻擊 不小心夾到這裡有一個破洞 你知道嗎 這個蟹膏那個黃色的 都跑出來了一點點 這一點黃的是牠的那個蟹黃 那個軟 這個很肥喔 現在 冬天嘛 牠那個身體很厚 很厚實 而且很重 這很肥 給牠放回去 這種小傷牠們跑很快的 不會造成牠們的生命問題 來這裡還有另外的三隻 OK 又一隻 哇 這隻很大 這隻母蟹是 今天裡面最大的 這隻超大 整個 巴掌那麼寬 這殼應該有16公分 母蟹的前置這麼大 長大不容易 這個也是很肥的 好 回去吧 回去吧 這隻也是母的 都是母蟹 可這個大概是15.5公分 不到16的感覺 也是很大 很重 來 回去 找出來 哇 這隻 也很大 這個殼也差不多 15.5公分 大吼 這母螃蟹 你看 整個 發掌那麼大 對 收拾收拾 我把這個 裡面的那個 耳料都拿走了 我這雨都爛掉了 把這個丟在這邊 牠們都會在 附近這邊觅食 知道這裡有東西吃 就會經常 牠們就經常靠來這裡 找食物吃 下次想抓還可以來 好 這個先從這裡 拿上去了 那些螃蟹都已經 躲到我都看不見在哪 來 我們先上去囉 不然我們先從 裡面那個開始收回來 等一下再來看這個 我這樣看那邊也是 網子旁邊有一個黑黑的 像是螃蟹 OK 這個還沒看到東西 這個有一隻 然後 兩隻 這個有兩隻 我這一看 兩隻又是母的 很大的母的 這是我們第一隻 去旁邊 那隻母的 也是很大 都是泥巴 來 先 就這樣丟回去吧 躲進去了 再來就另一隻 哇 這隻更大 這隻應該是今天目前 最大的一隻母的 超重的這個 你看 洗一洗邊 看一下 這是母的 應該是今天 目前最大的 這個殼 應該是有17點多了 這看起來很寬啊 感覺就 看起來很寬的時候 它就是大那麼一點點 它只要大那麼一點點 比如說0.5公分 或者是1公分 這殼看起來就很大 這應該17點多 好大喔這個 哇 它這個 更厚 整個那個蓋子到肚臍有這麼厚 來 回去吧 它就躲這樣 去確認另一個 先把這些 額料倒掉 暫時先放這 啊 這個只有一隻 這就是母的 洗一洗 可是很肥的一隻母的 好大 但它沒有很大 我給它放回去 來 上去 你上去 你們回去了 好了 今天 總共抓了10隻 這個 耳朵沒吃掉 就餵你們 整條魚都好好的 吃肥一點 吃肥一點 好 那我們就收收囉 今天抓了10隻 比昨天多了一倍 那個耳料用多一點 還是有一點點用的 如果這10隻有公的話那就好了 那就至少還有一些戰利品可以帶回家 不會沒關係 反正就很好玩 我還蠻喜歡這個過程的 就是抓的這個過程 吃的話 是吃不多了 因為吃太多也已經吃膩了 我們就把這個拿上來 昆斯蘭這邊的保育啊 做得很好 所有的母蟹都不可以抓 然後公的 外殼要有15公分 才可以帶回家 那個 只要有一隻公的 最後10隻母蟹 那就可以生出一大堆螃蟹了 難怪這個生態這麼好 好 收了 OK 上岸樓 這就把它 先放在這邊曬 我去前面洗一洗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下次再換別的地方